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长辈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 我叫王双丽来自河北省唐山市第一次来到咱们深圳市也知道咱们深圳传统文化推行的特别好 所以呢我也不能成为走上大讲坛的讲坛我也不能成为老师 我只是个传统文化的受益者到今天我学习传统文化还差三天十五个月 我并不能成为是老师但是呢我学习传统文化十五个月以来 我家庭和谐了我的企业挣钱越来越多了 而我自己身体越来越好了越来越高兴了 大家有时候就见着我说王总爱笑了 我每天跟个大傻小子似的笑 全国各地去做自己的分享体会 自己得到了快乐 下面我就把我如何接触的传统文化 在传统文化之前在做些什么 接触传统文化以后我是如何改正的 改正以后我受到什么艺术了 向大家汇报 然后汇报有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多的批评指正 全国钢铁看河北 河北钢铁看唐山 由于祖国的大好政策 近十年来钢铁业快速发展 而我是做钢铁煤炭和焦炭贸易的一个贸易中间商 在短短的十来年 我集聚了一部分财富 正是由于缺乏正确的人生观 没有学过传统文化 没有经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 在近几年我养成了吃 喝 瓢 毒 抽 五毒俱全的人 我给大家分享分享我都是咋做的 你比如说吃吧 我挣了钱了 辛辛苦苦是我挣来的 我不吃我干啥呢 啥好我吃啥 啥贵我吃啥 但是呢也奇怪了 越吃的好吧 自己反而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反而越来越发脾气了 一顿饭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 甚至上万块钱 但是我并没有吃出高兴来 有时候就是纯粹是为了显背 在朋友之间的吹嘘 你看我王双丽有钱了 我赶着花钱 我舍得吃 然后喝酒 因为我是做煤炭和钢铁贸易的 酒的场合比较多 而且现在就是说 我们北方 咱们南方还好得多 我们北方叫无酒不成习 只要有客人肯定喝酒 经常喝得酩酊大醉 然后喝醉以后啊 就开始骂人 办错事 这是经常的事 然后说到 说到瓢我是最惭愧的 但是我改了啊 我改了我才敢说的 要以前我没改钱 我肯定掩饰着不敢说 现在吧 好像有一种时髦现象 就是找情人 宝二奶 尤其是对于有钱人 看到身边的一个个朋友 今天领个漂亮小姑娘 明天又领了一个 特别漂亮的小姐 自己羡慕 结果就像陈老师那样说的 就叫赶招 由于我羡慕 在2003年底的时候 我的身边也走进了这样一个人 所以我也就走进了 宝二奶的行列 大家的掌声是对我的鼓励 因为我改好了 我一会儿跟大家说我咋改的 但是有人说 你真的你宝二奶都那么高兴吗 不是啊 我们于总明天后天跟我们分享 叫情人害人 他分享的特别好 他说的全是我的事 在家就把手机响 手机响一开始打打了 他浑身之哆嗦 然后呢到外头呢 怕老婆找 老婆一来电话 自己吓得赶快躲了 就经常干这种事 我们于总啊 肯定也会分享先说 他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事 是有两个老婆 其实那种痛苦我真的得到了 一开始是觉得是高兴 好玩 之后了就是 就好像掉进那种冰窖了 是里外不是人 那种滋味是特别不好受的 然后再说赌博 现在呀就是说 因为空虚嘛 没有事干 经常上午工作半天 中午喝点酒 下午有的朋友就找 玩会儿去了 哎 经常呢就一玩玩半天 甚至玩一晚上 你说像我们这种 自己有企业 有公司的人 挣那点钱 赢那点钱 对于我们来说 经营上还没有用 几千块钱 几万块钱 但是呢 因为咱们是白手起家的 是靠借钱 一点点打拼起家的 真要输那几万块钱吧 还真心疼 有时候就散不了场 经常呢就玩到十来点 甚至玩到第二天早上 既耽误了工作 又损害了身体 还有浪费了金钱 你还有时候玩的钱 别人给来电话了 结合起来了 哎呀 我这有事呢 实际有啥事啊 都在这赌博呢 明天再说吧 耽误了很多的工作 然后再说抽烟 抽烟二十多年了 一开始啊 就是三块五块的烟 十几块钱的烟 等到有钱以后 我们北方人管这句话 纯粹叫险呗 我让你们咋知道 我有钱呢 我就抽软中华 人家管我叫软中华不倒 一天三包软中华 一包八十块钱 一天两三百块钱 其实现在 接触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就觉得了 那个太浪费了 一个月烟钱五千六千 甚至一万块钱 太浪费了 然后其实你说 有钱人都幸福吗 真的 那时候啊 因为缺少正确的人身观 就跟人家攀比 你看我们唐山 也是比较 比较经济 比较先进的城市 然后大街上奔驰 宝马 宝石节 一辆节一辆 我就想 你们都买得起这车 我也买得起 然后在零八年的春天 我就花一百四十多万 买了一辆 零至五七零 那种大型的越野车 其实有啥用 过去我就开了几十万的车 我开的是个风田霸道 也是六十多万的车 自己就纯粹是显摩 就觉得 我有钱 也得让你们知道啊 怕让人家不知道 然后这其实啊 看别人住大房 自己也羡慕 行 我也盖别墅 就买了一块地 自己也盖大别墅 其实这时候啊 咱们就 就不知道 老祖宗的一句教诲 叫万恶淫为首 都是因为我的生活 做法的不检点 由于我的奢侈浪费 我开始招来了灾祸 但是呢 灾祸到之前 就像陈老师上午讲的 说有预兆 他说肯定有预警 就是那桌子在晃悠 其实我身边已经有预兆了 但是没有学过传统文化 不知道 在08年的春天 我的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 也趁个几百万块钱 上午开车出去要账 到九点多钟 头疼 到医院去 一检查 赶快上手术台 一点下的手术台 第二天早上七点就走了 啥病 脑瘀血 得大岁数 41岁 我这人特别重感情 我说现在咋真邪了 公死这年轻人呢 然后这是一个 然后又过了没有一个月吧 当时我正好 我厂子的一个包工 包工头 就是保我工程的一个人 上午跟他还说话着呢 说你快点干啊 月底把账给你结清了 中午间 他太太给我们来电话 说他不行了 我说不可能了 上午还见到 见到了人 然后我们就到医院去了 一去已经推进太平间了 截开一瞅 嘴唇紫的 啥病 心肌梗 多大岁数 38岁 我说现在真邪了 这岁数大的人没事 没用的没事 越能干的 越年轻了越死 下一个是谁啊 真的 越有钱越怕死 因为咱也是有钱人 我都觉得活着没劲 你说你有多少钱 你也左右不了自己的生死 活着也不好受 但是呢 你总之你没病 没咱俩俩的好好活 就更是吃喝嫖赌 反正是公司也不错 也能挣钱 挣钱也不知道怎花 也不知道现在还有个远大目标 那钱也没有 然后这时候我就着来灾祸了 大家都知道 2008年的上半年 咱们中国的经济 是特别快速的发展的 正是由于这种快速发展 把我的眼睛也给迷惑了 因为我是做煤炭钢铁业务贸易的 当时钢铁有3000多块钱一吨 猛的涨到了7000块钱一吨 而我的煤炭价格 由1000左右块钱一吨 涨到了1400多块钱一吨 我当时就觉得 做了十多年的买卖 不会做了 我得存货 当时我就筹集了公司所有的钱 又借了一部分 4000多万 我就存了300吨煤 当时存煤的成本是1400块钱一吨 存到家里没有10天 我的客户就给我出到1650块钱一吨 能挣700万 我就不卖 为啥不卖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08年的8月份在北京得开奥运会 而我们唐山离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 肯定要交通管制 要限制 我就准备压着一下 压着一下准备 哎呦 奥运会一开 一管制交通 我再卖出去多挣一笔 当时抱这个幻想 然后这时候周转资金不灵了 因为你总共有那几千万 然后啊 有一个人就跟我借 借给我钱 就是二分的月息 因为我每个月公司正常运营呢 能挣那么一百多万 一个月掏20万的利息 对于我来说还不成问题 因为资金压上没了 我就在六月份 我就借了二百万 一千万的二分的月息的高 这也算一种借款吧 民间借款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 是伟大的奥运会胜利的召开了 也胜利的闭幕了 结果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波及来了 也拖击到咱中国 尤其是房地产业和钢铁行业 钢铁由七千多块钱一吨 一下子降到了三千多块钱一吨 而我的煤炭 由一千五百多块钱的一吨 急剧的降到了九百块钱一吨 一吨赔五百块钱 三五一千五百万呢 哎呀 辛辛苦苦干十年 一下回到了解放前呢 心情更不好了 总认为自己精英有方 结果你看看 一下子赔真多钱 那么前就怨天怨地 不怨自己那种贪心 像老师上午讲的 你非得那么贪那么大的财干啥 咱就不知道 这时候我不还借了一千万吗 发了过来了一列焦炭 也是 就叫货不单行 这列焦炭发过来钱 正好经济危机来 这厂子发过来这类货一接收 停产了 这一类货八百七十万 没给我钱 就盼着吧 我说赶快的 赶快的经济危机过去 启动了好把钱给我 我好接着最起码挣钱还利息啊 这样想的 结果 灾难一个接着一个 到九月份 这个厂子的老板 他厂子停产了 这厂子老板 开车从我们唐山到北京的途中 奔驰六百 世界顶级车 出现啥事了呢 在高速上翻车 把他撞死了 你说我咋呢 这八百七十万上 向谁要去 我说完了完了完了 老天爷要灭亡双利啊 那就更没意思了 你想 借的一千万 你得每天的利息 得还啊 一个月一还 二十多万的利息 而且有没说 人不能被胜利重温头脑 当时在他借款前 我们有一条 当时借款是一年 最后一条说 如果对方有特殊需要 可以提前一个月 通知还款 否则可以转为高利贷 每月四分的高息 当时咱觉得 做买卖十多年了 肯定没问题 结果这回咋的 强倒众人推 人家就逼着我要钱 就把这一千万 给我转成了四分的高利贷了 每天起来 就是一万多块钱的利息 一个月四十万的高息嘛 也更没劲了 虽然说加烂还存着认多煤 还有点加点 但是挣钱不容易 赔钱可特别容易啊 一个月四十多万的利息 所有员工的开支 正常的业务费用 还得几万块钱 每个月五十万的亏损 还这点 库存的三分都没赔着 我就天天来是 我的分享题目叫醉生梦死 为啥醉生梦死 你赔钱了 自己也支不到 啥时候是个头 每天就是吃喝嫖赌 在自己家 骂自己的老婆 到二奶的家 到情人家 骂情人 赌博去 还经常输钱 还身体也不好 我就活着 我是人活着真没劲 活够了 想自杀 就是说 身经有点抑郁了 你说我抑郁到啥程度啊 在卧室里放着电视 我能睡着 电视一关 我就醒了 就这种 经常晚上两三点起来 起来看电视 起来看书 到白天没有精神 就这种 我说这也不是人过的日子 有多少钱管啥呀 我说我想换个活法 人有善愿 天必幼之 到2009年的四月底 我唐山的一个朋友 给我打电话说 王总 有个学习机会 你去不去 我说学啥呀 学传统文化 我说啥叫传统文化呀 他说 给你一两句解释不清 你去吧 我说多长时间 四天 要多少钱呢 不要钱 而且能改变你一生 我说 这是个人 因为我这人特别自信 然后我说 不要钱 四天改变一生 我天哪有这好事啊 他说真的你去吧 很多人都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改变一生了 我这人特别自信 我是2002年上的清华大学的EMBA 然后花了十好几万 过去我是做霉的 现在我还是倒霉的 我也没改变一生啊 我说 我说真的 他说真的 反正你天天待着也赔钱 别人那还要点账 我去都去 当时是山东的青岛 我也没去过 我说好 听了好的都听两天 听了不好 我们都会第二天旅游去 真的 我去了以后 真的短短的四天 真的改变了一生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子 那天我的丑态 那天到那比较晚了 然后当时啊 我就看着医工 特别谦卑的跟我去工 哎呀 我是真哪个人呢 他说腰这么软和呢 我说你们少来这套 不习惯吗 那种饿的习惯 坏的习惯在什么 不习惯在这区工 我就躲着 第一天我就躲着他们 然后晚上就开始到那 八百人的大会 去了一千三百人 把那个准备的晚饭都吃净了 然后呢 到我这边去了呢 一碗挂面汤 一个馒头 有一点咸菜 我说这叫啥会儿呢 吃饭还不关饱 拿钱买去吧 结果人太多吗 方便面都卖净了 小吃都卖净了 你花钱你买不着 他那地方是个海岛 是个封闭型的 想打车走吧 晚了 还没有出租车 我这个完了 还不关饱 还买不着东西 我这个完了 来糊弄了 晚上住宿 他是不管你多有钱 必须两个人一个房间 你像我都奢侈到啥程度了 司机我俩出去 开车出去 四星期以下宾馆不住 自己的司机 他一个房间 我一个房间 都这样的人 结果上跟一个不认识的人住一块 那我哪睡得着觉 我还害怕 还怕那头 我就把钱包的躺枕都底下了 真的 现在知道了 学传统文化的人 不会做坏事 那天他不知道 还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那那天 第二天 我说这也走不了 第二天上午就停课去了 真的不瞒大家说 老师 特别有德行的老师 往这一坐 都开始给我们讲 孝敌忠信 应该怎么孝敬父母 应该怎么节省粮食 怎么保护环境 还有那个企业家 就上台分享自己的变化 还有一想 这不都说我的吗 这我王胜利 为啥能发财呀 因为我比较勤恳 比较节俭 比较孝顺 所以我发了财了 我为啥败家呀 百善孝为先 后边那句话老师说了 那天我不知道 叫万恶银为首 你王胜利生活作风不减点 你奢侈浪费 所以你才败家 听得我真上进了啊 第一天我就嗓子疼 第二天我就牙疼 第三天我就会肚子了 我说这不行 我说我得好好听 我得好好改 真的台上一个 每一个老师在那讲 我就认为全是在说我 我就像老师说那个 我就听进去了 就是每个老师都是讲我的缺点 我就在台下 我就默默的听 第一天我见到这义工们鞠躬 我也就会点头了 第二天我也会60度了 第三天我会90度了 真的 你看刚才我上台鞠躬 90度也挺标准的了吧 刚才胡彬老师讲 人一扣手就改变命运 我认为一个人学会鞠躬 他就变成一种谦卑的态度 从那天开始 我再也不是没钱装有钱 而我变得越来越谦卑了 大会结束那天 有一个企业家就跑到那了 举着手 说太好了 人生了四十多年 光小该咋儿挣钱了 只有这四天才交给我咋儿做人了 太好了 实际那天他要不去 我从后边我就跑那去了 真的 那是说出我的心里话 我特别感触 但是咱们以前做错那么多事 咋办呢 我就安安的想 老师说的就是我 老师他能改 我也能改好 当时老师说 勤俭 家和万事兴 哎呀 是 我就想 为啥我家能够发财 因为我比较勤俭 比较孝顺父母 我给大家讲讲我的成长经历 我是九一年考上了大学 当时我是个 我是个农村的孩子 学习不错 九一年考上了大学以后 但是我考上大学 当时拿着三百块钱去上学 上学的前半年 就是第一个半年 我母亲得了尿毒症 当时我就想辍学 照顾我母亲 大家都知道 尿毒症 是一个不治之症 当时只能维持 叫血液透析 每个星期 透析一次 然后每个月 还得书写一次 书人写白再买一次 一个月得四千块钱的费用 而在九一二年 每个月四千块钱 对于一个农村家庭 那是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 我家庭条件 过去不错 有那么十万 十几万块钱 真的 短短的四年 我家所有的钱 都被花进去了 而我 妈妈夹着来说 农村考上大学不容易 你把它坚持下来吧 家里再困难 也不会困难到你 但是 自从那天 我没有跟家 要过一分钱 我靠打工 我靠做家教 我把三年的大学 维持下来了 然后 每到假期 我去到医院 照顾我的母亲 我给她洗脚 我给她捏腿 给她揉背 我陪着她在医院 正是由于我这种孝心 然后呢 在分配工作的当时 当时九十年代初 大学毕业还管分配 而我放弃了 大城市工作的机会 我回到了我们 唐山的 唐山的一个地级市 叫尊化市 照顾我母亲 回到了当地 而当时 我母亲已到了 生命的最后阶段 当时大夫找到我们 说你母亲 已经时间不多了 输别人的血 已经有排义反应了 最好输你们亲属的血 当时我想都没有想 毫不犹豫的 大夫说我的 医化验 正好我跟我母亲血型一样 我就记得那天 我骑着自行车到医院 大夫在那给我抽血 也不用腰 抽了一大袋子 我捧着热气腾腾的血 跑到我妈妈的病床间 我说妈 这是我的血 看着那一滴滴热血 熟到我妈妈的血液链 我妈妈的眼泪都下来了 我的心热气腾腾的 真的 子欲养而亲不带 树欲静而风不止 你看 现在我开一百多万的车 住几百万的房 我给我妈换一个肾 几十万块钱 我有那条件 我妈能等吗 我给我妈买一个血液透析机 一百万块钱 我妈能等吗 在我输血以后不到一个月 我的母亲就去世了 但是一想到 我妈妈虽然我在经济上 没给她得到补偿 但是呢 我是给她输过血 我心里特别热气腾腾的 我母亲死后 我的家庭 当时埋葬了我的母亲 我家里借了四千块钱的外债 这时候我爸爸让我招出去 就是我们北方话 叫做倒茶门女婿 就不用再给孩子说媳妇了 而我哭着跟我爸爸说 我说爸 你再帮我 帮我几年 我此为照顾我妈 我回到了家 我肯定会孝顺你的 而我爸爸 又帮了我整整四年 我借了一万三千五百块钱 白天上班 上三班岛做技术员 晚上回家 开四轮车 大家可能知道 那种最老 最原始的四轮车 去山上拉矿石 去打工 这样我四年的打拼 赚下了将近四万块钱 花三万块 到了成家的年龄 花三万块钱买了房 准备结婚 这时候有人给我父亲介绍对象 当时要一万块钱的彩礼 我爸爸说 我儿子说个大姑娘 一分钱不要 我这说个中年人 还要一万块钱 拉倒吧 我不接了 我说爸 毕业有啊 你刚四十多岁 我当时把我结婚的一万块钱 省出来 给我爸爸用 我爸爸批我才早结婚七点 真的 我当时把这一万块钱给我爸 他们结婚用 七天替我早结婚 在他们结婚那天 我开着车 到我姥姥家 把我妈接来 然后我妈妈 我们北方有风俗 新媳妇到家前 不能沾地脚 得有人背 我说妈 我背着你 就那么钱 从我妈进家的头一天 我就叫妈 而且对他们特别好 等我有钱以后 我又给他们翻盖房 给他们盖大房 然后每年都给他们 几千块钱 几万块钱 正是因为我这种孝顺 所以我经过十多年的打拼 我发财了 我比较节俭 过去我开着小面包车 这跑那跑的 我做买卖 我发财了 但是我为啥败家了 因为我万恶银为首 因为我奢侈浪费 自己缺乏了做人的德行 有钱以后忘了本了 开始 你想想 我太太当时 看上我啥了 就看上我比较孝顺 比较勤劳 人家一分钱不要 跟了我 当时房屋没有一间 靠借钱 靠啥开始做买卖 一开始我太太为了照顾我 我养大车 为了照顾我的大车 她自己主动下岗 九八年 然后 有了小孩以后 然后又开始辞职 专职的生小孩 给我相夫 教子 我自己开公司以后 既当会计 又当业务 开始辅助我干 而我有钱以后 开始忘记了德行 开始对人家指手画脚 非打即骂 07年还把人家赶回了家 说夫妻店搞不大 自己外聘人员 开始不让人家参与公司的管理 正是由于这种没有德行 我王双丽开始走下坡路 我知道我错了 所以我准备改 在回来的途中 我们唐山当时去了五十多人学专动文化 坐在大巴车上 大家就分享了 这四天的体会 有一个人就说 王总 分享分享你这几天的体会 哎呀 我说 啥体会呢 我说我做的太挫插了 我许几个愿吧 第一 从今天开始 吃 喝 堵 抽 我全记了 当时因为 学传统文化学的一些浅 还好隐藏 就没敢说瓢 真的那件脸皮薄 然后第二个愿 从今天 今天晚上 明天开始 我回去给我岳父岳母鞠躬 然后我一会儿跟大家解释 第三个 从今天开始 改变对我父亲 对我员工 对我客户的态度 我给大家一个个分享 也是我如何改过的 先说吃吧 你想我给大家 俩个小插曲 为啥我坏肚子了 就是因为 一开始啊 这个传统文化会 他吃的是素食 咱们大鱼大肉惯了哈 虽然听着特别好 但是乍不时 刚一吃那种素食啊 觉得没味 特别淡 结果正好碰到了一个朋友 他说王总我请你 别让我请你 结果我们俩的偷偷的跑到 海岛上 吃的那个海鲜 鲍鱼啊 鱼翅啊 我们俩花了好几百块钱 六百多 吃的挺高兴 结果他也倒霉 第二天 讲健康饮食那个老师 讲健康饮食 说这个吃肉 就跟陈老师讲 那个肠子的构造 我越讲 我胃了越难受 我还盼呢 我说这吃海鲜没事 结果这老师 最后来一句啥话 海鲜更厉害 毒更大 哎呀我那肚子都 急咯咕咕咕咕 急咯咕咕咕咕咕 所以第三天就坏肚子了 我这人是农村长大的 不瞒大家说我比较任职 你说 我13岁以前没有吃过一片药 有点头疼感冒了 老妈给做一碗汤 做一碗姜汤水 喝了好了 我就觉得也是好 现在这科技越来越发达 医院越来越多 现在病人越来越多 真的 真是肉闹的 就是这个 这肉食闹的 我说那样 我先吃它三年素 吃好了我都吃 吃不好了我都不吃 从那天 我就开始吃素了 真的大家你看了吧 你看我这经过一年 越吃越白净了 过去不瞒大家说我满脸 因为那个细胞也不好吧 轻面疗牙的 脸色特别不好 吃素了一年脸色还好了 所以说大家要增长这个信心 这个多吃素实是有好处的 你看咱们尊敬的陈老师 吃素四年了 你看满面红光的 像没营养的不 我吃素一年 也感觉到好了 现在特别清爽 然后说喝酒 从那以后 我就基本上就把酒寄了 尤其是那种不必要的场合 推辞的越来越多 把喝酒那时间干啥 老早回家 单位没事了 回家了 看看传统文化的光盘 吃太太做的素食 辅导辅导孩子作业 啥叫家庭幸福啊 这才叫家庭幸福呢 我现在基本上 每天养成看一到两个小时的传统文化的光盘 修身养性啊 越来越好 还找到了家庭幸福 这是喝酒 有人又说了 说你不喝酒了 那你买卖咱做呀 真正最亲的人 谁让你一人喝多少酒啊 咱出去喝酒去了 自己的老爸老妈说了 少喝点啊 太太说了 少喝点啊 谁让你多喝呀 那种酒肉朋友 不喝不够意思 真的 不瞒大家说 现在除非特殊的场合 我倒你一杯 我就告诉了 我说我学了传统文化了 不喝酒了 但是为了您 我喝这一杯 喝完了以后 我把健康饮食的光盘 把传统文化光盘 我高高的送给他 看吗 酒喝了 还把传统文化悬扬了 好不好 然后 说到这个严肃的话题 就是嫖子事 其实 也真的不好干呢 必然跟了你五六年了 你怎么办 人家二十多一点就跟你 现在已经成了大姑娘了 你怎么办 但是告诉大家一个信心 学传统文化能增长人的智慧 我觉得 人之初性本善 既然我王将立这么坏的人能变好 我相信你也能变好 我就把拿回那光盘 我接着拿一套去 明天我拿一套去 我就跟他交流体会 结果真的 照我想象的一样 痛哭流涕 还有我说有门 这时候的两月都过去了 七月份 我们唐山组织传统文化论坛 我当时也就义无反顾的报了名 当时捐了几万块钱 还要开着自己的几辆车 到唐山传统文化论坛会 去做义工 去接送有德行的老师 做义工有在义工的好处 方便 我就给介绍了 偷偷的要了一张票 再给找了个位置 他就坐那去了 我那次啊 也就是陈老师 我们一块在台下组织论坛 那边分享 就是历情的体会 陈老师就把我推上讲台了 那是七月份 把我推上讲台 七月二十一号 推上讲台以后 我也这么讲 你说那前人家在底下呢 我敢说嫖子事不 你就不敢 我怕让人家上来挠我来 但是啊 四天的传统文化论坛会 他也真的感受他自己错了 之后呢 就给我发了短信 就说我错了 然后我也不再破坏你的家 我都走 哎 之后呢 我在经济上给那一部分补偿 然后他就走了 前一阵子呢 给我发短信 哎 说也准备撑家了 真的 我觉得 虽然我害了人家 但是呢 我把传统文化的理念 也也算带给了他 我在以后 在别的方面 多多地救助更多的迷途的人 也算对我他的一块补偿嘛 真的 我对不起人家 但是呢 我肯定要 叫救更多的人 让大家别犯我同样的错 你看这次在佛山年 也有一位企业家朋友找到了我 跟我谈这个事 我说 我的智慧也不高 但是呢 我给你出个主意 最好的主意 我说 你就让他学习传统文化 把他拽进传统文化的课堂 让他也明理 我说你就好办了 我说你千万记住 自己可不能万恶银为首啊 我就这样跟他说的 然后说到赌博 从那以后 真的我就没有再赌博 我把省下了那时间 学习传统文化 把省下了那钱 我做公益的善事 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印书 印地子规 做传统文化的光盘 我在这个事 在这个干别的事 资助大学师 你想 我因为咱们过去 浪费了那么多金钱 现在哪办 我七月 去年的八月份 我就找到了我们市团委 我就说 我说过去做的措施太多了 我说我得找 弥补弥补啊 我说有没有上不起学的 一问 你看 我们双百强的 双百强的 中国双百强的经济现实 还有二十个上不起大学的呢 我说我全包了 结果在我的带动下 我身边的很多的企业家 也都 他们也出资 他们包了十二个人 四五个企业家 然后我带动他们 然后剩八个 我包了 我不光赞助他四年 每年几千块钱 我还要把传统文化的理念 给推给他 我当我捐款那天 我把这个弟子规 那个幸福人生讲座 我高高的举过头顶 我就说 我说一个吃喝飘堵的人 为啥乐于奉献了 因为我学习了传统文化 我说我不要求你们回报 我只希望四年以后 你最 你学习传统文化 孝顺你的父母 把这份爱心 带到社会上 带到别人当中去 然后前几天高考成绩又出来了 我又给市团委打电话 我说今天哪样啊 他说今天还有一部分 我说你先找着啊 所有没有资助的 全是我包干 就是我最后我全管 他说 哎呀谢谢王总 你们这有道德的企业家 支援支持我们工作 咱们这教育工作都好做了 看着吗 你把吃喝嫖赌那点钱省出来 做这点事 谁不说你好啊 咱不求那个 做点好事 行喽还舒服呢 这是不赌博了 然后抽烟 说到抽烟 我要多说几句 其实几十年的错误了 真的不好改 当时决定寄烟 寄了七个半月 把手里剩的一 几千块钱的烟 全送人了 但是这个坏习惯 真的特别不好改成 到年前 今天呢 一月底 一月的二十五号那天 我哥哥出了个交通事故 当时我企业的资金 周转出现了压力 然后呢 我心情不太好 我哥哥在手术室前 我就讲 如果他在这倒霉呢 我当时一致一薄弱 就买了一盒烟 从那以后 我又开始抽烟了 过去啊 是一天两三包烟 之后变成了三天 两天一包烟 但是你想啊 你还在传统文化讲台上呢 你还这样呢 在 有一次在论坛的准备会上 我们每次开准备会 陈老师 我们尊敬的陈老师就说 我们可爱的王总 加入这个团队前 不洗烟 现在他虽然抽烟了 但是我们依然爱他 你看看 都这么仁慈的老师 这么尊敬的老师 那样说了 都那样 我这个没脸的 我还没记烟 我就头着还丑 等到上月 在石家庄那儿开论坛 六月十一号 我们这代团队老师又开会 大家开展批评 以自我批评 然后又有的 老师都指出来了 说王总 抽烟的这个买步 还没改上 我王说 当时那倒羞愧的不行 我说你还是人吧 还当传统文化的老师呢 你喜意 你白做这么大了 这点志气没有 那天我腾就站起来了 我说我今天许来院 第一 我从今往后不掉队了 我肯定从头跟到尾 第二 我今天开始我记烟了 六月十一号 到接着七月二十九号 五十天了 我真的五十天没抽烟了 高高兴兴 真的 啥事一明理了就高兴了 这是第一个院 第二个院就是给岳父岳母去供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最有一个院是想给太太去供 当时也是脸皮薄 没敢说 但是我这人都属于 大家也习取我的经养啊 知道错了 马上就干 那天从青岛回来 那天晚上到家九点多了 当当当一敲门 太太一开门 我说老婆 我错了 我给你鞠躬啊 我哐哐哐 撒躬我都鞠下去了 把我太太吓一跳 我太太说上了你哪儿了 我说我学传统文化了 我说改都改 别的别说了 从今天开始看丈夫以后怎么对你 我太太那眼泪哗的下来了 然后我俩躺在床上 真的 哭了笑笑了哭 我都向她忏悔我这几年的错误 不瞒大家说 宝儿奶的事都是那天晚上老师交代的 但是我真的 我特别佩服我太太 特别贤惠 人家宽容了我 人家说我相信 你既然有勇气跟我坦白 我都相信能改的好 然后我帮你改 到最后点处理 是我太太出面跟着处理的 真的 我特别 我有这样一个太太 是我的福本 这是给太太鞠躬 然后给岳父岳母鞠躬 我说说 为啥我说给岳父岳母鞠躬呢 说改事从最难处改 为啥 岳父岳母我对不起人家 为啥呢 我98年 由于精英大车精英不善 当时周转资金出现问题 跟岳父岳母借五千块钱 岳父岳母不至于出什么考虑 她没借给我 当时啊 我就想 瞧不起我 怕我还不起啊 等我有钱了以后 我也不管你 这颗种子就埋下了 结果 2000年以后 我发了财以后 我就心里总搁得着 以前的我起家 你不帮着我 也甭指着我 对你怎样 我就不去 我们家走着 到我岳父岳母家 走着五分钟 但是我一年 就去一次 就吃一顿饭 我们北方有个风俗 过年在自己家过 初一必须到岳父岳母去家去过 这是这个风俗 好面皮 不去怕人笑话 初一去 平时 别人一说了 我上我老丈人 吃饭去 上我岳父 吃饭去 我心里 我说 你看人家有这好老丈人 我哪没有呢 其实是人家不对 学了传统文化 那个会上 尊敬的静雅家老师 演那个一风一俗 莫善一月 里边有一首歌 叫婆婆也是妈 听得我眼泪滑滑的 我说 婆婆也是妈 那丈母娘不是妈 那老丈人不是爸爸 我王生丽错了 弟子归上还有一句话 叫亲爱我 孝河南 亲增我 孝芳贤 啥意思 说老人喜欢你 孝顺是特别容易的 老人不太喜欢你 你孝顺才是难得的呢 何况岳父岳母 是不喜欢你吗 再说老人有的时候 是有时候 一碗水根不平 喜欢老大 喜欢老二 但是是不是咱们做的不好 人家真不喜欢你 养花26年的大姑娘 一分钱不要 给你 我说不行 我错了 我得改 我第二天早上 当时买了点礼物 咱们当时都知道错了吗 买点礼物 当时一去 唐大姨敲门 岳母一开门 眼睛这丑啊 那夜市我给大家反应一下 这小子不年不节干啥来了 不知道 我说 妈 我爸呢 在屋呢 他在后跟进去了 我说 爸妈 我错了 我给你们赔礼道歉了 我给你们鞠躬 我哐哐哐 撒弓我都给鞠下去了 一分配啥啊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假设你知道错了 今天不去干这事 三天以后 你就没这勇气去干了 我有这体会 我哐就把这工拘下去了 我岳父岳母当时也吓一跳 说说你咋了 我说我学了传统文化了 我说我从今天以后改 我说爸妈 别的不说了 从今天以后 你看你大姑爷咋对你们 真的 从那天以后 我对待我的岳父岳母 比我的亲生父母 我还要好 我岳父岳母 在九月份 岳父做了一个大手术 就是肺部解除手术 我们北方空气干燥 比较患的一个毛病 叫肺气肿 解除 那时候我老岳父就说 双立 这个你给找找 你认识人多 咱们上北京做 行 我给拖人 全国最好的医院 最好的专家给拖出来了 等到做手术去 他也没多少钱 做手术前 没个好意思跟我说 跟我太太说 说准备把新买的房买了 以做手术为主 我太太跟我一说 我说可别有 这是考验咱们呢 你光说嘴皮子好 那就好 我说别说了 从公司 我夸给拿去了几万块钱 我说咱们给交押金 看着吗 岳父做完手术那天 我给我岳父 岳母抱喜气 我说妈 我爸手术特别成功啊 我妈在电话那头啊 特别哽咽 说多亏有你们这帮好儿女呀 看着吗 养儿防老 为啥呀 所以从那以后 我岳父 我们关系特别和谐 就这个 明天我回家 第一件事 上老岳父岳母这吃饭去 为啥呀 我十三年了结婚 我少吃他多少个顿了 现在明天就上他那吃的 这是 因为那老人你吃饭 他还高兴呢 今天其实我明天回去 我就 今天我就把饭都递好了 我说妈 明天我回家啊 我给你买了点好吃的 给我做顿好饭吃啊 哎 我没事 我等着你 多好啊 这就叫和谐 这是给岳父 又拒工 然后就说 说那个 最重要的事吧 就是你看咱们是商人 是做买卖的企业家 所以呢 咱就讲讲企业的变化吧 从那以后 我就把传统文化的理念 带到了公司 带到了我的员工中 因为我有这个方便 我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分享嘉宾 我就经常把我的中高层 带到团队里来 听传统文化的课 从那以后 我的公司就开始例行传统文化 学习传统文化 哎 然后这种观念 也带到了我的客户当中 真的 不知不觉中 我企业的效益 就一点点提升 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前 每个月的业务量 两百多万 一直到 五月份就是六百多万 六百多万 八百多万 到十月份前是一千五百多万 一直到今年的三月份 我的月销售额 做到了三千万 都说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啥是黄金屋啊 就是财富 学习传统文化 你得越学自己的企业 越和解越能挣钱 人心越 越稳定 这才叫学习传统文化呢 你看学习传统文化以后 我说现账还钱 我开始处理我的货 开始 把我的库存的货 虽然赔钱 我处理了一大部分 现在存了不到百分之三十了 然后把换来的钱 把一千万的高利贷 短短的几个月 赌清 赌清以后 我开始 开始公司一个月赔五十多万 现在我到 我的销售 我的利润比较低 百分之三到五 到现在呢 我一个月能挣几十万 是好事不 所以说学传统文化 越学企业越好 虽然说 我还没有走出那种资金的那种怪圈 现在资金啊 还是不是特别好 但是呢 哎 我心特别平和了 我觉得挣钱不是第一位的了 我呢 学习传统文化 把这企业做得越来越和谐 是第一位的来了 真的 我现在特别平和 挣钱 我不照过去那么 那么盼望的 那么生气 那么抓 而我越来越挣钱了 这不就是好事吗 然后 从那以后 我也改变对我父亲的态度 和对员工的态度 大家也知道 我对我父亲相当好 但是呢 学了传统文化了 咱知道 校分为四种 小校养父母之身 中校养父母之心 大校养父母之智 智校养父母之慧 可能在后几天的分享中 几位老师都会说到 啥叫养父母之身 你给父母俩钱花 买俩件衣服 买点吃的 那是小校 乌鸦知道繁补 羊羔知道贵乳 这点你做不到 你连个生住都不如 我做到了 但是我最大缺点 我对我爸的态度不好 你像有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 庄里啊 给我买点啥啥啥来 我快得了 我多少身人呢 让我司机给你买回去吧 让我办公室主任给你买回去吧 经常横人家 实际学了传统文化了 老爸真的想 要这点东西啊 不是 是想看看你 咱明理了 从这以后 经常回家陪老爸聊天 把这个传统文化的理念 也带给老爸 我做到了中校 我做到了大校 时间的关系 我不再跟大家细说 从那以后 我太太也学习传统文化 我孩子也学习传统文化 我的家庭越来越和谐了 然后为啥呢 我现在 有人说 你做企业家的 你不好好做你企业 你是做传统文化论坛 干啥呢 实际大家不知道啊 我真的得受益了 我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身体越来越好了 我家 身心和谐了 我家庭也越来越和谐了 我企业也越来越和谐了 但是文统里说呢 说有一个道德的企业家 你得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啊 又脸 我说我得多多就像我这样的 吃喝飘赌的人呢 我就多多的走上讲台 结果 大家 哎 然后呢 还真的挺有 挺有反响 经常接到别人的短信和电话 下面呢 我给大家念一个短信 一个 一封短信 也作为我的结束语 嗯 短信是这样写的 王总您好 感谢陈老师 你们无私的悬扬传统文化 救了我们一百多名同性恋者 我们是社会的另类人群 生活在黑暗的角落里 非常痛苦 对生活没有了希望 我们是想自杀的 通过学习传统文化 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不再抱怨 不再迷惑 我们组织看传统文化光谈 忏悔自己行为 半年多来 我们从心里改变了性观念 都断了不道德的行为 已有六十多人能接受异性 二十多人宣传艾斯病知识 感谢老祖宗 感谢弟子归 感谢陈老师等人的无私奉献 我们以孝为先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谢谢你们 你看看 你王双丽有多少钱 你能就这样人吗 而一场传统文化的论坛 一场理念 一个理念 能够改变 很多的人 能够改变同样一样 跟我一样 生活不幸福的人 所以从今以后 我要好好学习传统文化 然后落实传统文化 例行传统文化 多多的走上讲台 把我的学习体会 分享给大家 为我们最后一个目标 社会和谐 做出更多的贡献 好 谢谢大家 刚才听了王总的分享 我们看到他身上 有这么几个优点 情节 情愤 孝顺 那么正是这几个优点 他呢 自己呢 从零开始 变为一个企业家 有钱了 那么赚到钱以后呢 由于随送自己的习气 不好的习气 养成了吃喝飘毒 那么吃喝飘毒以后 自己快乐了吗 反而呢 变得更不痛 不高兴了 自己整天 处在一种忧虑的状态下 很不开心 那么呢 自己 因为自己 还是有一点德性 孝敬父母 在人生最迷茫的时候 遇到了传统文化 那么他从传统文化中呢 得到了智慧 明白了自己 错了 受老祖宗的 智慧的启发 他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 知道错了 就勇猛地改过 游门地改过 知道错了 马上改 所以弟子规上 有一句话 过能改 规与武 唐也是 争一姑 那么他经过 游门地改过 也就是 不到两年的时间 一年半 多一点 那么重新呢 他找到了自己的快乐 就是 温总理 他最后讲了一句话 说是温总理说了 企业家 要流淌着 道德的血液 那么他今天 学习了传统文化 有了道德 那 使得他呢 今天的 自己 自己的身心 和谐了 家庭和谐了 企业呢 效益在一天一天的增长 企业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呢 如果 我们的企业家们 都能像王总这样 接着传统文化 做一个 有道德的企业家 那么 我们的社会和谐 就 有希望了 好 谢谢